当我们谈到福音信仰的时候 那赦罪的福音的重点 它要给我们看见的 就是说人用自己的办法来赦免自己 或者用各种的方法去遗忘自己的措施 那这样的一些的途径 并不能解决罪仍旧在我们的生命中间 也不能让我们过去所犯的一切的罪 无论是知或者不知 而得到解决 因此这个课程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 福音这个好消息就告诉你 你过去所做的 你今天所行的 甚至将来你的暖弱失败 在基督里神都已经预备了 那个对你的赦免 你说牧师过去的罪你赦免了 今天的罪你也赦免了 我感恩 那将来的罪耶稣也会赦免吗 当然 因为耶稣过去今日知道永远没有改变的神 而这位神对我们的爱是昨日今日知道永远都长存的爱 所以他的赦免仍旧是这样 那你会问是否因为这样 神会赦免我 所以我就犯罪呢 那就说明 我并不了解神的爱 或者还没有拥有神的生命 一个拥有神的生命的人是不喜欢犯罪的生命 我不会因为我的爱人很爱我 我的太太很爱我 所以我就去放纵 因为他对我的爱使我更加珍惜 因为这种爱是不可以去误会他的爱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赦免是一个极大的福音 是神对我们一种极大的爱的表达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这个赦罪的 就是这回事 好 我们今天就给弟兄姐妹来发问一个问题 视频你们已经看了 也听了 一次又两次 你开始明白了 或者还有一些的疑问 你不妨就提出来 好吧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放给弟兄问问题 如果没有 就请轻易导师 先把已经发问问题的人的问题先提上来 我来解答 然后再给弟兄姐妹再来问问题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好 我这边收到一位姐妹 她发来的是关于四道问题 您看要一道一道回答 还是要四道问题 可以变成一个问题 我先念题目 一道一道来吧 OK 她问的是第一个是什么是原罪 原罪 在神学上所指的就是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所犯的罪 那么这个罪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成为我们的一个犯罪的一种生命 那是原罪 原罪使一个人生下来就在罪中 就像大卫所说的 我在母父中就有了罪 这就是指的原罪 那另一种罪就是本罪 本罪就是我个人亲自犯的罪 就是本罪 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六架上所成全的救恩 他不仅赦免我们的原罪 也赦免我们的本罪 他不仅解决我们的本罪 他也涂抹我老祖宗 在我生命里头所带来的这种罪性而产生的 我也一样的被洗净了 所以这是恩典 这是神极大的爱 接下去问那什么是律法上的罪 律法上的罪 比如说我们上个星期提到说 亚当夏娃生了孩子 他们兄妹知己通分 那是当时是没有罪的这样的一种说法 没有所谓的乱伦 一直等到律法出现了以后 律法上明说你不可偷盗 你去偷盗那就是罪 所以很多人你看他在一种 没有这种法律条文之下 他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不能说他犯了罪 比如说你在这个深山野林的时候 他们没有穿衣服 那你不能说他们是裸奔 他们是犯罪 可是你在文明的社会 你在大街小巷上 你裸奔的话 那是一种罪 那是一种对社会的一种的侵犯 是一种对社会规则的破换 这是带来不好的道德 所以是可以法律上可以定他罪 这是法律上的罪 或者律法上的罪 这是很明文说明不可犯的这些罪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嫉妒 我们说到骄傲 在新加坡或者全世界的法律上 没有说你妒忌是一种罪 你骄傲是一种罪 但是在律法上就是圣经说 妒忌其实是一种罪 骄傲是对神的荣耀的侵犯 是一种罪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谓律法的罪 就是律法上很清楚指明的 就是神的道里头所说 那就是律法的罪 可是在法律上妒忌并不是罪 OK 好 还有呢 接下来他继续问到 他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了我们的罪 洗清的是什么罪啊 那不论是原罪或者本罪 在耶稣基督里面 他都把我们的罪给洗清了 如果要按住我们的罪 罪的公价乃是死 也就是我们一定要去面对 最后终末的死亡 而今天我活在世上的时候 罪所带来的破坏力 死亡的力量也在我生命里头产生了 自从这个丈夫在外面胡搞 他的家庭就产生了罪所带来的破坏 就是家庭破裂 那么夫妻的关系已经进入一种死亡 甚至感觉到像死的力量来控制我 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妻子想要自杀 而丈夫也发现到自己做错事 做错事了对家庭的一种极大的破坏 也感觉到活着没有意义 死亡的力量就随之就进入了家庭 进入了夫妻的关系里头 这就是罪 所以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上帝把这个罪的力量 在耶稣基督里面把它撤销 可是今天如果我又去犯罪 又让罪的力量又重新回来 耶稣基督已经撤销我罪的刑划 所以终末的这种最后的审判的死亡 夏肥义也在基督里面被消除掉了 因此这就是赦罪所带来极大的恩典 好下一题 牧师他说得救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老我还在又犯罪怎么办呢 一个人生了他的孩子 孩子从小他就要栽培他 就要教导他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要教他走路 如果我一直抱着他 他永远都不会走 所以我就会准备我的孩子学习走路 而学习走路的过程里头 他一定会跌倒 所以跌倒他会哭 我会忍着对他说 孩子再爬起来再走 他又跌倒 再爬起来再走 这个过程里头就像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样 神引起我们跌倒 因为人有在亚当里头 那个罪性的破坏 我们又生长在这一种罪的权势的范围中间 我们难免有时候会受到罪的诱惑 罪的力量的破坏 有时候不小心 不依靠神 我们就跌倒 所以神说 我给你机会 重新再爬起来 这就是恩典 这就是福音 如果我信了耶稣以后 永远不会犯罪 我就是一个完美的人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是完美的 而是要我们不断的往完美前进 忘记背后奴隶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你们要像天一样完全 那就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这个过程里头一定会这样 你说我不要跌倒 我不要他 孩子跌在地上 哭的那个 那个可怜的样子 那你不要孩子跌倒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躺着 他就不会跌倒 那么如果他躺着 他一生都不会走路 对吗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里头 是神领准 所以神让我们跌倒 准行我们跌倒 那我们重新再爬起来 一次又一次 每 礼拜 礼战 不是礼战礼拜 礼拜 礼战 最后我就会得胜友谊 靠着神的恩典 阿们 所以不要灰心 面对 已经暖弱了 不是在那里哭泣 而是站立起来 仰望神 求在天地之间 十日架上的耶稣基督的赦免 重新再爬起来 没有什么大不了 一次又一次 你发现到 你克服罪的能力 就越来越大 好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就提到说 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说 你必恋慕 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辖你 请问牧师 你可以给我们一些生活上的例子吗 什么叫做恋慕呢 恋慕就是一种依赖 一种死缠烂打 在原文还有管辖的意思 就是我完全的 被丈夫所管辖 被丈夫所抓着 我完全依恋他 死缠烂打的不放过他 所以你比如说 你在报纸上看见 有做妻子的离了婚之后 他就找了另一个男人 而那个男人并不是一个好的男人 去对待他自己亲生的孩子 用虐待的方法 而这个女的为这要继续跟这个男的在一起 都忍受下来 那最后这个孩子 紧然被他自己的男朋友给打死了 虐待到非常非常恐怖的一种阶段 那作为一个女人 为什么还要依赖这样的男人呢 这种就叫做恋慕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夫妻男女都拥有神的形象 应当彼此的尊重 丈夫需要妻子的尊重 妻子需要丈夫的爱也尊重她 这种互相尊重 互相相爱的关系 才是夫妻男女应有的 而不是用恋慕这种关系去建立 或者用管辖去建立 那是带来不好的后果 牧师请问你 那这个不好的后果 是不是神的惩罚 还是神只是跟夏娃说 这件东西是会发生的 就是你会恋慕你的丈夫 你的丈夫会要压迫你了 这个是惩罚还是 你说恋慕以后所带来的结果 是不是神的惩罚 如果你不小心 或者你随便的去吃食物 那那些摊贩 你都明知道这个食物是不好的 但是很好吃 但是它是不卫生的 你还坐下来吃 结果晚上你就卸了毒子 那卸毒子 是不是上帝惩罚你卸毒子呢 不是 是你自己不小心 或者你自己放纵自己 而造成你卸毒子 所以责任是你 跟上帝是没有关系 所以当一个人 上帝已经提醒他 你不要恋慕男人 你不要去被男人全然的控制 你也不要去控制男人 人与人之间 我要尊重他 他要尊重我 这样家庭就和谐 这是因为我听神的话 可是我如果不听神的话 他必然会产生那个后果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所以我不要光 就叫做黑暗 不是上帝把黑暗给你 是因为你不要光 不是上帝不要把和谐的家给你 是你不听神的话 可以这么说吗 你了解吗 可是我的女儿是觉得因为上帝 在下瓦犯罪之后 跟下瓦说你好像生孩子会有疼痛 然后你会恋慕你的丈夫 所以好像是放在一起 因为这个生孩子的疼痛不是因为 好像吃错东西然后泻肚子 对吗 是上帝的惩罚 就是生孩子会疼痛 然后他讲完生孩子会疼痛之后 他就说 他就跟下瓦说 你会恋慕你的丈夫 好像他不由自主的 自然的会恋慕他的丈夫 好像他不由自主的 生孩子会疼痛一样 所以上帝就把这一个 可能发生的事情 就很清楚的是摆明 让人类知道 所以当你怀孕 生孩子的过程中间 有疼痛的时候 是上帝提醒我们 就好像你被烧水捉伤了 那你就会痛 你如果烧水烧你 你也不会痛的话 那就糟糕了 那你就会产生这个生理上 同样的 如果我整个生理的过程 都很顺利 都很平安 完全全没有痛 那你跟孩子 第一 你自己就没有想起 圣经里头提醒你 你需要仰望神 让你在生产的事上 得救 在新月提摩泰书信里头提到 那也就是说 让我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 那第二呢 这个整个疼痛的过程 神的颖准 也让我们跟孩子 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关系 很轻易得到 很容易得到的东西 我们都不会珍惜 你看做妈妈的 因为生产很之苦 因此他会对孩子特别的珍惜 他比男人 比做爸爸的 更爱自己的孩子 一般上都是这样 那人有付出这个代价 他得到的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说这是神的咒诅吗 圣经里头确实说 因为人犯罪以后 这个咒诅就出现 就像我说的 圣经很清楚告诉你 你不要上帝吗 你不要神的光吗 你就在黑暗里 那你说是上帝去咒诅他 因为要上帝要他在黑暗里头吗 基本上不是 上帝在这里是告诉人类 因为亚当夏娃犯罪 自然而然就会有这种痛苦会产生了 那因为罪所带来的这种咒诅 大地就会荒芜 杂草就会重生 生孩子一定会有症痛 那这个过程就产生进来 而上帝又把这个过程变成一个祝福 所以今天人类一定要劳碌的好好去工作 而不是轻易的 而不会去珍惜你劳碌所得的 所以孩子是很辛苦生下来 所以你要好好的养育 好好教导 让孩子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 所以很多负面的东西 上帝赢准以后 又在神的恩典中间 可以变成一种祝福 所以让我们正面的去看 不要老是把上帝想象很喜欢咒诅我们的神 相反的 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 承担了我们的咒诅 因为凡被挂在十字架上的 就是咒诅的 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些咒诅 承担在他的身上 因此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 咒诅已经远离我们 所以我们要凭信心 凭盼望 凭爱 来跟从主 阿们 牧师我有另一个问题就是 神对亚丹说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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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然后这个就是讲 我们需要工作才能得 养活自己 才能养活自己 然后这些东西 现在女人也 需要做的 然后为什么她们 就是 这个 咒诅 就 不只是 男人 也就是说女人的 但是男人也不 可是男人没有受 神对夏娃说的 你 生产儿女 必多受苦 这些东西 男人有男人的苦 女人有女人的苦 当犯罪以后 你说大地受了咒诅 一定要劳苦 汗流满面 才得福口 这是上帝对 亚当和夏娃所说的 一些的话 那 你说好像上帝不公平 只是对女人 生产之苦 男人也有生产之苦 但是 同样的 女人 也有一种 生产之后的喜业 这是男人 所没有办法 完全经验的 那种喜业 那么 男人的劳苦 一般上也比 女人来得更劳苦 这是女人 也没有办法 完全理解男人 在外面奔波 劳入 汗流满面 或者汗流到 自己的里头 不一定留在外面的 那个过程里面的 挣扎 那种痛苦 所以一般上 我们男人 在外面所做的 在外面劳碌 所得的 也是经过一种 劳苦的过程里头 而去拥有的 所以我想 女人不需要羡慕男人 男人不需要羡慕女人 男人 女人都是上帝 创造的一个原意 要彼此的合作 彼此的尊重 彼此一起来养活这个家 一起来努力 那才是应该的 而谈到工作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咒诅 因为在还没有人犯罪之前 上帝已经吩咐人要管理大地 已经吩咐他们 要好好的治理这地 那这是一份很神圣的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做工的时候 要喜乐 那怎么会喜乐呢 就是你一定要做你所信气的工作 神给你恩赐的工作 可以荣耀神的工作 可以使你自己得祝福的工作 发挥你自己才华的工作 让你的家庭 让周围的人应做你的工作 而得到祝福的工作 这就是神所喜业的工作 让我们这样的去看待他 而不是一直想是神的咒诅 好 下一题 牧师 这个是关于婚姻的问题 这个姐妹她就提到说 主耶稣不要信徒离婚 不要为信仰差别离婚 因为你的生命能影响他 应该是指着非基督徒 但也不要为着这个伴侣而舍弃信仰 那他就说到 在这个时代变心了 然后又不愿悔改 就是指着那个非基督徒 然后重新结婚 离婚了重新结婚 这是一个所谓现代人的 非基督徒 他们可以选择的捷径 没有信仰的人 他们更不会愿意要接受辅导 不能为锁住婚姻 放弃信仰 那我放弃这个信仰 锁住 对不起 那我放弃这个婚姻 为了锁住这个信仰 也算是一种罪吗 OK 男女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也不是三言两语 可以完全解决的问题 凡是有夫妻关系的人都知道 夫妻相处是不容易的 相爱容易相处男 所以夫妻之间要怎么样去相处 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的问题说 如果对方一个男的 他是不信主的 而你信主的你嫁给了他 你们两个人结了婚 那结了婚以后很多很多的摩擦 后来这个男的变新了 意思说他在外面有了其他的女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你放弃他 那么你继续守着你自己的信仰 或者说你离婚是被准洗的吗 等等类似的问题 还是我一定要守着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婚姻的问题 我要说的 保罗的原则 你要尽力的守住你的婚姻 你说因为他是不信的 所以呢 我就应该跟他离婚 保罗说不 那既然你已经跟他结婚 你一定要尽量守住这个婚姻 除非他自己要离开你 那是没有办法 保罗的意思 所以呢 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 结了婚的人 就好好过结婚的生活 不要结了婚以后 又想回到没有结婚的光景 这是不可能 那米已经成饭了 就乖乖吃饭吧 饭是不能转回来成为米的 OK 那已经结了婚了 就好好把婚姻 去跟您 好好地努力 去学习按照神的道 跟你的丈夫 跟你的妻子相处 这是我们应该学习 那如果对方变心了 他走了 一个人如果离开你 你就让他离开吧 你不要勉强 因为勉强的婚姻 是非常痛苦的 不仅对你痛苦 对孩子也是痛苦 每天吵吵闹闹 每天为着这个 多一个第三者 而造成家庭的这种挣扎 痛苦 孩子们的心理上的一种压力 精神上的困扰 那妻子一直不安 晚上一直长期睡不好 等等 这一类型的问题 都会造成忧郁症 造成孩子长期的被压制 这是非常可怜 好像这一次的疫情 夫妻吵架 最可怜的人是谁 就是孩子 那孩子无助 孩子又不能往外跑 天天看见爸爸妈妈吵架 打架 那么精神上的压力 对孩子长期累积下去 将来他患忧郁症 将来他的婚姻的不美满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作为一个信主的妻子 或者丈夫 一定要守着神的道 按照神的话去对待对方 把自己的孩子好好带大 这才是重要 但如果对方有外遇 他要离开 一个不爱你的人 他离开你 你要高兴吗 你为什么要为着他一直哭泣呢 我常说一句话 如果风筝断了 你哭泣 风筝也不会飞回来 就让他飞走吧 对吗 那你成全他是为着成全你 你这个事情上 残忍一点就断吧 那对大家都是一个仁慈的表现 因为接下来对你孩子是好的 对你也是好 所以我并不是鼓励你离婚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婚姻来到一个阶段 对方一直犯奸淋 一直外溢 一直不愿意悔改 你就让他去吧 我希望我回答你的问题 好 下一题 同样的问题 他继续问到 他说离婚是罪吗 离婚的人 神会赦免他的罪吗 离婚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受害者 另一方面可能是伤害别人的人 比如说我现在有外遇 我跟我妻子离婚 那我妻子就是受害者 我就是伤害他的人 明白吗 那基督徒不可以成为伤害别人的人 如果我去伤害别人 我自己有外遇 或者我轻易的就跟他离婚 那因为过去我不认识他 我现在认识他以后 我发现到两个不适合 那为什么你之前不好好看呢 眼睛灯大大的 了解了他才结婚 那么你之前眼睛低起来跟他结婚 婚后眼睛睁大大看见他的切点 就想跟他离婚 这是不对的 这叫做不负责任 对不对 那我应该负起责任 这是我自己错了 我找上了他 不仅是他找我 也是我找他 那既然我找他 我跟他结婚 结婚以后发现不适合 我也要学习如何去调整 什么叫适合 什么叫不适合 这是相对的 而在于你的忍耐 在于你的爱心 在于你的智慧 怎么样去处理男与之间的关系 这是非常重要 你心中太多期望了 你一直期盼他这样 你一直要他那样 那一个男人一直希望你改变他 一个女人一直希望你改变他 你一定不开心的 对不对 你跟一个一直要改变女人在一起 你怎么会开心 同样你为什么用这种不开心的手段 去处理对方呢 要对方按照你的意 谁跟你结婚 是要按照你的意 跟你结婚 是要满足你的意 跟你结婚的呢 从来没有 所以如果我很自私 我只爱我自己 我其实并不是爱对方 因为我要他喝我的意 而不是我喝他的意 所以结婚不是要他喝我的意 结婚是要使我自己 如何变成一个能够帮助 祝福他的人 这叫做爱 爱是给祝福给别人 爱不是一直要领受别人的祝福 所以婚姻的关系 是我必须要承受的 我必须要去学习的 我必须要去经营的 如果三两下 不喝我意就离婚 天下一大会离婚的案子 对吗 基督徒就在这社会上 就毫无见证 就因为有很多学习 因为我需要努力 因为我需要付出 而这个付出的以后 产生的一个美好的果子呢 那就是美好的见证 有一天丈夫会说 如果不是你这个婚宴找得完 如果不是你我们的孩子找得完呢 这个家建立多亏你了 我非常感恩 我非常谢谢你的上帝 让我可以跟你结婚 有一天很可能 他也能够来信主 愿上帝祝福你 那么离婚是不是罪呢 就看你是伤害别人 肯定是罪 如果人伤害你 他有外遇 他一直礼欠不听 那么你已经给他机会 他还是在犯 那这不是你的罪 这是他的罪 好谢谢 下一题 我可能因为 我继续帮他问完他的意思 就可能 我不知道实际上是怎么样的情况 但是他似乎觉得自己 好像是一个离婚的人 然后他在寻求说 是否上帝会赦免他这样子 一个去离婚的人 我告诉你 上帝的恩典 永远超越我们所想象 上帝的爱 比我们所知道的爱 有更深的爱 所以像我们这些罪人 神完全无条件的赦免 像保罗他说 我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 我是罪的头子 可是神却完全的赦免你 同样的 你离了婚 无论你是伤害者 还是被伤害的人 我告诉你 神在耶稣基督里面 都愿意赦免你 总之 现在的你 不是一直看过去 而是看将来 好好掌握现在 这是圣经的教导 忘记背后 所谓的忘记背后 就是不要纪念你的背后 你的过去已经过去 人生不可能像卡带一样 可以倒带再来听多一次 你说对吗 所以只能向前走 所以福音给你看见了 向这标杆直跑 直跑 这是神给你的应息 这是神对你的爱 所以你现在一定要振作起来 风针断了 就让他飞走 但你不要随便再去拉风针 一定要清楚 然后再结婚 如果真的有爱你的人 他真正的愿意跟你在一起 接受你的人 那这样的婚姻 才会美满 愿上帝给你智慧 不要一直陷在一种内疚里面 神已经赦免你了 阿们 好 下一题 谢谢牧师 牧师 这一题是说 如何回应一个认为 若不信主就会灭亡 很消极的信主的朋友 一个人信主的动机 并不是因为 我怕灭亡 所以我才来信耶稣 那因为我要得永生 所以我才来信耶稣 我们的动机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动机乃是因为 他原本就是我的神 所以我称他为神 并不是因为我爸爸会给我产业 所以我才承认 我的爸爸是我爸爸 我才叫他是我的爸爸 如果他没有产业 我就不叫他爸爸 基本上你不会这样做 对吗 同样的 我今天无论有没有永生 我很清楚知道 耶稣基督对我的爱 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 因为他本来就是我的主 他本来就是要拯救我的神 他本来就是创造我的上帝 所以我回归他 那是理所当然 这才是我们信的动机 OK 好 下一位 牧师这一题他问 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有什么经文的依据吗 耶稣基督很清楚说 我赐给你的是永生 什么叫永生 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 如果到一半就叫半生 对吗 那如果半路会死 那就半生 那圣经里头说 上帝给我的 耶稣基督说 那在上帝里面所赐给我的羊 一定不会从我的手中夺走 那这个羊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 天父的手里面有两只手扑着我们 让我们永远都不会示弱 你去看约翰福音第四章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是恕神的 神永远就不会丢弃我们 因为神的爱是永远的爱 如果神的爱会一半示弱 那就不叫永生 如果神的爱一半就没有了 那就不叫永远的爱 所以上帝给你智慧 得救是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是不会示弱 这是圣经里头给我们的应许 所以你和我一定要很肯定的 在基督里面拥有这个永生的生命 如果永生是需要你的行为来扶持他 维持他 好让他这个永生不会示弱的话 那请问什么叫做好行为 什么叫做坏行为 好行为就是每天做好事 那我就能上天堂 那你的意思说你上天堂不是因为耶稣的救恩 是因为你的好事加上耶稣的救恩 才能够得救对吗 所以得救以后还要加上救恩 就好像我进入动物园 那门牌上写的 今天进入动物园是免费的 所以我连买票都不需要 我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我去看狮子 他说看狮子要一块钱 然后我又去看老虎 看老虎要五毛钱 我请问你这是免费的吗 这荒谬对吗 同样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给你永生 怎么说后来还要加上你的行为呢 那你说牧师这样我不需要好行为 那我告诉你你就还没得救嘛 你得救了之后呢 你有新的生命 什么树就借什么果子嘛 对不对 你掉进泥坑里头你很舒服 因为是猪嘛 如果是羊他一定从泥坑里头跳出来 明白吗 所以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谈的是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 是永远的生命 是不会失落的生命 阿们 好下一位 如果有人认为反正都会得救 却不积极的度日 我们要怎么办呢 什么叫积极的度日 积极的度日就是好好行 按着神的话 那既然你说你信耶稣 你都不想听他的话 那你信耶稣来干嘛 对吗 一个人真正他要信耶稣 他就清楚耶稣是他的主 他知道上帝的生命是在他里面 他也知道在上帝的生命里头 按着他的道而行 生命将会有积极乐观 非常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发展 而我又不愿意 让我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 让我的生命是美好的生命 让我的家是和谐的家 那请问你 你组织家庭来干嘛 那你信耶稣来干嘛 对吗 这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今天很清楚 我们的信仰 我清楚为什么我要组织家庭 我清楚为什么我要找这份工作 那我清楚了 动机善良 我告诉你 我就会继续下去 因为我找这份工作 不仅是为着糊口找钱 乃是发挥神给我的恩赐 去造就人 去荣耀神 所以我做得很开心 我组织这个家 因为我要分享 神在我生命里头的爱 我要我的妻子 我要我的孩子 我要我的丈夫 跟我一起分享 这份爱 那我把这个家治理的好 我为什么信耶稣 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跟神有美好的关系 生命有永恒的盼望 今生有一个生命的积极的面 有意义 今生不是代表永恒 今生完了就结束 人生有什么价值呢 那我清楚了 所以我的人生就变得不一样了 我有新的价值观 我有新的道德表现 所以而不是随随便便的 信了耶稣以后继续生活 那你就随随便便的 就不要信耶稣嘛 来下一位 这个就问到说 死主还没有吃净果前 是因没有分别善恶的能力 才被蛇引诱的吗 不是的 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 上帝按作自己的形象 造男造女 这个形象也包括理性 所以亚当和夏娃 是能够分辨善恶的 如果不能分辨善恶 就是圣经所说 不能分左手右手 那是指的婴儿 婴儿是不能分辨善恶 所以上帝特别施恩怜悯他们 所以孩子腰折以后 是会得救的 那亚当和夏娃不是婴儿 他们已经拥有上帝的形象 已经能够分辨善恶的那种阶段 因为圣经说他们两人已经结婚了 那所以他不是一个小孩 他已经是大人 他已经有理性 他已经能分辨善恶 所以他必须负起 他是分辨善恶 树上果子的后果 这个是他必须要承担 好,下一位 请问牧师 神所创造的世界是美好的 为什么罪还没有进入世界前 会有狡猾的蛇呢 OK 是所谓的狡猾的蛇 是代表魔鬼 也就是说魔鬼已经开始进入这个世界里面 那神引准魔鬼出现在伊甸园里头 是一种对上帝对自由意志 对上帝所赐的形象给人的一种的试验 怎么说呢 因为上帝创造亚当和西阿娃的时候 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他 在上帝的形象之中 就是一个叫自由的东西 自由好不好 自由非常好 自由危险不危险 危险是非常危险的 那危险的东西好不好 如果你说不好 我不要自由 你就变成机器人 那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你就要面对这个危险 就是试探 那如果没有试探 如果没有选择 亚当和西阿娃跟从耶稣基督的 跟从上帝就变成是不得已的 就如同你问你的妻子 为什么你爱我 为什么你跟我结婚 他回答说 我不跟你结婚 又能跟谁结婚呢 那就没有意思 所以如果上帝问亚当和西阿娃 你为什么选择我呢 他说我不选择你还能选择谁呢 那就没有意思 所以亚当和西阿娃 他能够分辨三名 所以他的选择 是非常重要 他必须负起选择的责任 因为上帝给他自由 那么狡猾的蛇就代表着一种试探的出现 在这个舞台上面 让这个自由来到最高点 一个自由没有经过试验的自由 没有经过试探的自由 这个自由虽然可贵 不是最可贵 而是那经过试探以后还不跌倒的自由 是善用自由的自由 他已经试见的自由 是比那个自由更高的自由 你说对吗 所以上帝领准这个发生 狡猾的蛇的出现 你就明白了 好下一位 这个问题问到说 在圣经中可以看出 伊甸园在现在的地球的哪一个地方吗 会不会是如今的非洲呢 为何非洲动物品种丰富 人民却穷苦潦倒 地处荒芜 还有一些奇怪的传染病 是不是被上帝咒诅的呢 伊甸园到底在哪里 如果按照圣经里头提到的那里有几条河 包括又发拉底河 所以一般上的圣经的学者都认为应该是在中东 比如说伊拉克伊朗那一带的地方 而不是在非洲 那至于非洲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光景 很多都是人为的问题 你看外国英国法国的殖民地 西班牙的殖民地 在那里剥夺了他们的一切 而没有给他们很好的建设 这是人为的罪恶 这是贪婪 那加上当地的民族 没有很好的交易 那也没有很好前景的工作 它不像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它是一个非常情景的民族 在非常艰难的黄河流域 他们勤劳的 他们可以脱困 贫穷不会成为他一生的命运 那今天在非洲 你发觉到的是他们之间的争斗很厉害 族群和族群之间彼此的相残杀 这是人为的 你不能说上帝要他们残杀 你不能说上帝要他们过这样 贫穷的日子 绝对不是 所以这是人要负起的很大的责任 好的 下一位 福音这个就问到说 为何上帝选择了犹太人 福音 救恩 先知都出于以色列 中东的地区呢 在福音还没有传遍全世界 那些不认识上帝的灵魂去了哪里 应该没有罪得赦免灵魂消失吗 没有听到福音的人 不仅是在旧约里面的非犹太人 也在深山野灵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也包括一处是就夭折的鹰海 那上帝的爱领到这夭折的鹰海 在改革中我们长老会的神学里头 他们是得救的 因为他们不能分辨善恶 不能分辨左手跟右手 而至于在深山野灵里头 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怎么办呢 那上帝有他的方法来审判他们 按作《创世纪》 按作《罗马书》第二章里头说到 上帝按作良心来审判 那对于我们这些听过福音的人 会按作福音来审判 所以听作福音的人而不信耶稣 上帝的道要审判 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听过上帝道的人 上帝按作没有道的方式 那种光景就是他们的良心来审判他们 这是神的智慧 也是神的公义 这个道我们不去担心 我担心的是我们这些已经领受福音的人 为什么不好好去传福音 给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 那如果有一天上帝呼召你的孩子 要他成为宣教士 到那些还没有福音所到的地方 未得知名 你愿意吗 所以这都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 而不需要去过度的担心 而是应该负起我们当父的责任 这才是重要 所以这一些福音没有听到的人 会怎么样的后果 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意思 去成全 去审判 去做最后的决定 而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 死了以后去哪里呢 我告诉你 如果他没有听到福音 我刚才说上帝有他审判的方法 神的爱完全超越我们所能理解 我只能说像就业的非犹太人 我不知道 像深山野灵 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 最后的结迹如何 上帝知道 我们仰望神的 可是有一点我非常清楚的 今天你信耶稣就必得救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肯定 Amen 好 下一个问题 我有家人看到基督徒的朋友家庭败坏 因而对基督教反感 牧师 请问要怎么解释 这样的罪给非基督徒 非信徒知道呢 我要说的 不是凡是到教堂的人都是基督徒 不是凡受洗的人都会上天堂 也就是说 从基督教家庭成长的孩子 也不一定是基督徒 挂着十字架的家 也不一定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家 对吗 所以因为一个败坏的基督教徒的生活见证 那结果呢 我就毁谤基督教 我就认为基督教是一个非常败坏的宗教 这样的说法是非常不合理的 如果我很不高兴那个卖水果的那个安哥 他的道德非常败坏 所以从今以后 我不再吃水果 所有的水果都是不好的 你觉得合理吗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一件事情 或者因为一个家庭 然后透过好的基督徒影响他 让他知道原来世界上有好的基督徒 有坏的基督徒 有真的好的笔 有模仿的笔 但是是坏的笔 是吗 如果这个笔 是一个上等的笔 是一个很出名的笔 是一个质量非常好的笔 所以有人去假造他 如果吃一个不资钱的笔 不好的笔 没有人去假造他 所以有假的基督徒 这是很正常的 愿上帝给你智慧 好 下一位 牧师这个他就请问到说 他有一对基督徒夫妻的朋友 男方总会因为生意上不如意 每次醉酒回家后对妻子家暴 妻子一直想离婚 但是男方明确的说 我们是基督徒家庭 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会离婚的 女方一直活得很痛苦 请问牧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他继续补充道 因为他们都是外人 也不好给什么意见 而本身女方的信仰根基也不稳 因为男方这样的行为 现在这个女方也没有再去教他 对了 所以痛苦有时候 使人越走越远 而不是使人悔改 那女方遭遇这样的痛苦 这样的问题 她应该回答 回到教会 应当寻求帮助 寻求辅导 寻求牧师 然后呢 牧师去劝导她的丈夫 去帮助她的丈夫 这个是一个 需要用正面去处理 而不是用逃避 逃避 事情还在那 他不会因为逃避而解决 所以呢 最重要的是他要勇敢的去面对问题 而外人怎么去帮助他呢 你如果是他的好朋友 你只能欠保他 而至于他要走那样的路 谁又能帮助一个 不愿意帮助自己的人呢 你说是吗 所以愿上帝怜悯这样的家庭 我只能这么说 下一个问题 请问牧师如何理解 天国的门是窄的呢 你如果去看马太福音第七章 那里提到 进天国的门是窄的 路是狭小的 是不好走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能够信耶稣 本身就是非常不容易 你看像我们有一些 父母亲是信主的 或者真祖父是信主的 或者老祖父是信主的 他们在中国大陆 信耶稣 他们面对很多的逼迫 然后才信主 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 来到了我们现代文明的社会 信耶稣还会被人欺笑 被人攻击 那所以这个门是窄的 要进去是不容易的 他说要表达的是这个道理 好 下一位 牧师我暂时没有收到其他的问题了 好 再往线上一些弟兄姐妹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像刚刚有一个问题进来 对吗 我已经提出来了牧师 牧师我来问 来请问 因为 因为 主耶稣已经在十字加上死 而为我们输罪了 那我们在过程中 我们如果犯罪了 那犯罪当中 我们如果去世了 我们还可以得救进天堂吗 我在说 一个人信耶稣以后 如果是得救 就永远得救 那你说我信耶稣以后 我犯了罪 我还会上天堂吗 那 你的意思说 我信了耶稣以后 我如果有好行为 我才能够上天堂 如果信耶稣以后有犯罪 我就不能上天堂 那我请问你 可能 不是死以后上天堂 下地义的问题 可能今天 我们就会处在一种 上上下下和不安的光景 一天里头可能上了三次天堂 下了三次地义 你明白吗 那 一做错事 说错话 我就下第一 一做好事 我就上天堂 那根本就不是圣经里头的救恩的观念 救恩的观念 是 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称为义 这是一次到永远的事 因为那是新的生命 那是在基督里成为上帝儿女的地位 这是不能更改的 我不会因为我的孩子在外面做错事 他变成是魔鬼的孩子 不是我的孩子 同样的 我们今天 信主了以后 有犯罪 这是 我们走一条 成圣的路的过程里头的挫折 不是称义 所以你不要把称义跟成圣放在一起 称义是一次过 就永远的救恩 成圣是信了耶稣以后不断要走的路 是一个成圣的挣扎 所以你看 基督徒犯了罪以后心里不安 因为他在挣扎 这个叫成圣的挣扎 过去还没有信耶稣 犯了罪以后也没有感觉 都没有挣扎 这是不一样 因为我拥有了新的生命 你拥有了新的生命 所以你才有这个挣扎 因此我要告诉你 你信主了 你一定得救 一定上天堂 问题说你怎么是信呢 信是包括情感 意志 理性 你很清楚知道你是一个罪人 你很清楚知道上帝是 你的天父 你在情感上 你知道自己是罪人 你犯了罪 你忧伤 为罪难过 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付出的爱 而感恩 意志上 你离开罪恶 离开偶像 归向上帝 你整个生命就变得不一样 这叫做信 信耶稣 包括理性情感 意志 那才是真的信 真的信 它就带来真的生命的改变 所以 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不要去担心 Amen 好 下一个问题 对不起 你先问 你先问 我说牧师 基督徒就是 就是说因为觉得 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所以很多基督徒 就做坏事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佛教徒 他们就觉得有人有轮回 所以他们就一直想行善 所以在人世间 当中 会给人家感觉 佛教徒的人 叫善 基督徒的人 是因为我们基督徒 很多就是错误观念 觉得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是不是因为这样呢 这个基督徒就 就是我一而再而三的解释了 这是生命的问题 那对外人来说 当然他要看见你的行为 他不会看见你的信心 雅各书很清楚说 你怎么知道你信呢 你用行为去表达 那是在人的面前 而在神的面前 你是因信称义 在人的面前 是因行为称义 那我今天信耶稣 我称义了 我得救了 我在人的面前 我要把这个称义的生命 行出来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而佛教他们的观念 是靠自己得救 他不是靠神的救 他不是靠救恩 他是靠自己的行为 他要正 整个人要一定要走在正道上面 他一直走 走到完 或许他会得救 就好像回教徒也一样 有一次我问一个回教徒 我说 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救呢 将来会不会上天堂 他说不知道 到最后一天 在那个大广场上 有一个大的天平来称 如果我的行为好的话 比较重 我的坏行为比较少 比较轻 这样我就会上天堂 如果我的坏行为比较重 我的好行为比较轻 我就下第一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 我就问他这样的问题 我说 好跟坏 都一样重的话 那怎么办 他回答我 他说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这是人的思维 你明白吗 你要靠你的行为得救 那可能有一天半天掉 我今天不是靠好的行为 我是靠耶稣基督 十日加上完成的救恩 他成就了我 他拯救了我 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新的生命活出来 这才是我们的重点 不要让别个宗教的看法 去影响我们对神单纯的信 愿上帝帮助我们 好 下一个问题 牧师我想请问一下 不教理说英国 那这部教理说吗 英国这个问题 因果 有因必有果 很多的在自然的现象里头 必然这样 那么因为有农夫 种稻田 所以我有米吃 我有饭吃 所以有因就必然会有果 这叫做因果 所以把这个因果呢 也引用到这个道德伦理上面 也引用到最后的审判上面 因为世人犯了罪 所以罪的公价乃是死 所以最后要接受末后的审判 这是一个因果 而在人世间里头呢 我们常常把这个因果绝对化了 而圣经告诉我们 因果是一般的现象 但还是有特殊的现象 有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 门徒就问耶稣 是因为他犯罪吗 耶稣说不是 那是他爸爸妈妈犯罪吗 耶稣说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呢 他说是为着神的荣耀 所以是一个不明白 生命是一场奥秘 所以我们完全不能理解 有一些是打破这个因果 你看 有一些的人 做好事 却很快就死掉 妖兽 有些人很坏 做尽了坏事 贩毒 开毒厂 等等等等 却寿终挣钱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在世界上 你看这种因果 不一定是绝对的 所以不要让因果来 决定了我们一切所做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我会不做善事 对吗 我好好的对待他 可是他就对待我不好 所以我就很生气 我从今以后就不要做好事 你看 你这种因果观是错误的 我今天做好事 是因为神的吩咐 是因为我应有的生命表现 至于他有没有报答我 这不是我关怀 所以就不把这因果放到这一种 我应该去行善的关系上面 所以千万不要让因果来限制你 因果观确实有它一定性的道理 但不是绝对的真理 好下一个问题 牧师我是立委 我是想请问一下 在创世纪 创世纪第三章22节 就说到 耶和华神说 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 能知道善恶 现在恐怕他身手 又栽生命树的果子吃 就永远活着 这是不是意味着 他们是吃了果子以后 才知道善恶的问题 这个亚当和西阿娃 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 他的道德就从原初的善 原初的义 掉进了一种次等的善 次等的义里面 或者已经掉进罪中 那既然他是这样 而他原初呢 魔鬼引诱他说 你可以吃那 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 好让你可以跟上帝 一样吃善恶 这是魔鬼的应息 而这个应息呢 他吃了以后呢 视线了 视线什么呢 就是我看见自己 赤身露体 就感到羞耻 所以这里圣经就说 上帝看 亚当和西阿娃和他相似 相似的意思不是 是相似 能够这样的清楚的善恶的这种东西 那这种道德的相对的东西 他也发现了 他不再那么单纯了 而上帝能够分辨一切的善恶 可是上帝呢 能分辨善恶中间 他却不犯罪 不像亚当和西阿娃 现在能分辨善恶以后 已经情不自主的去犯罪了 所以他只是相似 他不是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上帝说不 你必须离开伊甸园 不要让他没有了 就是一种的审判 已经临到他 这是后果 罪一定有后果 我不能胡搞 又没有后果 这是不可能 我胡乱吃东西 每天吃炸的食物 那我的胆固醇不高 我不会犯心脏病 不可能 对不对 这是有后果 婚言有婚言的力 自然界有自然界的力 道德有道德的力 我们一定要遵守 所以呢 他已经跟上帝相似 他已经能够换了这个道德力 而进入了这种相似的状况中间 他就应该离开 OK 下一题 叔叔可以请问一下 为什么这段经文里面 他讲说那人和我们相似 圣经里面讲我们 那人和我们相似 为什么是用我们 用我们这个字 我们今天来到新月去看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清楚 因为在上帝里面有三个位格 圣父圣子圣灵 但是对当时的散族 犹太人来说 我们所要表达的意思 是一种尊贵的尊称 是一个 对一个人的一种 非常尊贵的尊称的时候 是用多数的 他们叫做 The Majestic of Plural 一个荣耀的多数 是一种尊称来的 所以上帝是一个至高至尊的神 他是用我们这个词来表达 这是犹太人的理解 而到了新月 我们基督徒的理解 是圣父圣子圣灵 三个位格的表达 OK 好 下一位 不是我来发问 这边问到说 因信称义到成圣 有多大的距离呢 是永远的距离 也是短暂的距离 怎么讲呢 短暂的距离就是说 我一信耶稣称义 我立刻死掉 就短暂的距离 我就已经成圣 回到天家了 它是一个永远生命的距离 就是直到我死 我一直在挣扎 所以是一个永远的距离 所以我们今天 今天在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就开始走成圣的路 是一个永远 一直走到我见到天父为止 那个成圣才结束 因为到了天上呢 就说到一切 我们都明白了 到一切 在那种状况 我们已经不再去犯罪了 那是一个完全成圣的终点 我们感谢神 我们有这个盼望 所以我们今天 一直在成圣的挣扎的过程里头 有挣扎是对的 你把一条鱼放进水里头 它随波而去 随水而流 它完全没有挣扎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是死鱼 如果它是活的鱼 它会逆流而上 对吗 它会挣扎 所以我们今天会挣扎 逆流而上 就说明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所以感谢神 让我们一起去进行 成圣的挣扎吧 好 下一位 牧师打扰一下 我们还有七分钟 那我手上还有四道问题 应该还有多一位姐妹 她要自己发问 好 你问了 我尽量回答 到时间我们就结束 那么下个星期我们再回来 好吗 好牧师 宋洁姐妹 你要继续发问是吗 对 我当时看创世纪 第三章 第十五节说 我又叫你和女人 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 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 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我就不懂 刚好我在看这段 视频的时候 有这段经文 我就想问一下牧师 怎么解释这段 这个女人 在原文是单数来的 你要这个女人 她是对蛇说的 也就是对魔鬼说的 你要跟这个女人 这个一个特别的女人 就是玛利亚 因为她将要生一个儿子 耶稣基督 那么她的儿子要伤 蛇的头 而蛇要伤她的脚跟 就是不是致命伤 只是把她钉死了架 可是呢 她第三天复活了 她就完成了救恩 她就伤了蛇的头 是致命伤来的 是这样的解释 那所以呢 创世纪人犯罪以后 上帝的第一个应息 也是第一个议员 就已经发出来 神的爱 又再次向人类表明 我懂了 好 下一位 这个问到说 他想请问牧师 会不会这样子说啊 一次得救 并坚持到底 就必得救 一次得救 并坚持到底 就必得救 会不会比较稳妥 那些已经离开基督教的牧师 比如说 George Harry 就是这样子的 sorry 我再问过一次 sorry 我有点答错 可是就是 有可能这样子讲 就是 你一次得救 就坚持到底 就永远的救 就是 instead of 一次得救 就永远的救 这样子 那个说法 因为 我就看到 好像我们不是 一些 很像著名的那些牧师啊 到后面 他就离开了 基督教啊 好像以前 写那本什么 不在约会啊 那本 男人女孩 那个书啊 就很著名的 一个基督教 牧师啊 他之前 写了一本书 所以我 可不可以讲说 他其实是 还没有 真正的信 所以他才 离开 所以才 就这种 就像这种 case哦 是 得不得救 这样 一直得救 要坚持到底 才得救 那你的坚持到底 你要先给 定义 什么叫做 坚持到底 对吗 如果坚持到底 是因为你 行善 行到底 才得救 你是不是 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 得救的人 是因为领受上帝 救恩再加上 你的好行为 才得救 那就是 错觉了圣经 但圣经说 你要努力进天国 就是说你信主了以后 你要自己努力 就是你要把这种生命 不断地 继续地把它表达出来 去说明 你已经得救了 那这是我们应该行的 如果你是坚持 是这样的表达 是可以接受的 也就是说 我不是因为 我的行为而得救 是因为 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我里头 而这个生命 也包括 我不断地坚持 因为我拥有了 这个生命 我不会失落 所以我坚持到底 我无论如何 我还要继续下去 那这是你很清楚 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这是美好 至于那个牧师 得救不得救 全部在你和我来决定 是在上帝决定 那一个人来到 很情绪非常低落 如果他患了忧郁症以后 那出现了一些的状况 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我们只能说 求神灵灭 我们人有一些东西 是不知道的 就像我前两个礼拜 所讲的到 生命是一场奥秘 有一些奥秘 就保持他的奥秘的面上 我们不要去 完全去揭开它 我们就说 我不知道上帝求你灵灭 你的旨意成就 那是智慧 好 下一位 牧师这个问题是说 那些戴高帽子 穿黑色衣服 留长胡子的犹太人 是不是不相信 耶稣就是圣经应许的 弥赛亚 他们还停留在旧约是吗 是的 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的话 你会发现到有一些 还是坚守着旧约的 那一群的犹太人 他们穿着黑袍 到安息日的时候 他们还是过着 他们要遵守 犹太教的那种礼仪 遵守他们的礼仪 来过生活 那因为犹太教 基本上是不接受 耶稣基督 是人类的救主 所以他们还是 以遵守立法 为得救的门路 到今天还是这样 你知道他们 守安息日到一个程度 是守立法 是非常非常刻意的 也是非常按字面去解释 比如说他说 不可做工 如果我在守安息日那一天 我家是住在20楼的话 我不可以先按电梯 我按电梯的话 就有火 电流 这样就变成 是我触动他 使这个电流动了 所以呢 我就换了安息 所以他们就在星期五晚上 就把所有的电梯 完全把它装置好 set好 每一层都会自动的停 所以你住20楼 你就停20遍 20次才到你的家 那么他们不可以开电灯 所以他们的灯之前就开好了 包括 开冰箱 你一开冰箱 有灯亮了 那你就放了安息日 所以呢 星期五晚上他们就把 这个冰箱里头的灯泡 就把它拿出来 这样开的时候 就没有亮灯 就没有放安息日 所以他们守安息日 守到这样的立法 今天教会也有这种立法主义的人 看别人这个 你不可以做这个 你不可以做那个 你做这个是不对的 耶稣就批评他们 你的牛羊如果掉进坑里的话 你拉不拉上来 如果那一天是安息日 他们没话说 因为他们拉嘛 因为这是我的羊 我不拉上来 它就死在沟里面 所以耶稣就问 我做好事 使一个人病得医治 你们却批评我 破坏安息日 我告诉你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这是神给我们的智慧 我们今天不要变成立法主义者 我们可以遵守立法 但是不是立法主义者 这是完全不一样 好 下一位 时间是差不多到了 不过这个是 据你刚才的问题 他说有犹太的基督徒吗 这是我收到的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题 好的 你说 有犹太的基督徒吗 有的 有的 不多 在美国 在欧洲 甚至在以色列本身 都有犹太人 信耶稣的 只是人数不多 那按照罗马书 说等到他们的树木 天满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要来 所以为着他们祷告 到底以色列 全家得救 是怎么样一回事 他的树木 到底到哪一个树木 才叫填满了 这是奥秘 我们也祷告吧 希望更多的犹太人 能够来信主 我们要常常为犹太人祷告 常常为犹太人祷告的人 会上帝会特别祝福他 因为他们是上帝 从开始选选的选民 也是因为透过犹太人 耶稣才出事的 也因为这个关系 我们才领受救恩 所以我们要感激他 所以也要常常为他们祷告 求上帝特别怜悯 让犹太人能够悔改贵族